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革之后的北魏没能坚持多久 就又分裂成了几个小国 他们经过一番混战后 其中一个叫北州的国家统一了北方 可是后来啊 一个叫阳间的人冒了出来 窃取了北州的政权 建立了隋朝 那南方的朝廷又是怎样一番局面呢 事实上啊 在北方动乱的时候 南方也经历了好几个王朝的更替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 就要从南方最后一个王朝 陈朝讲起 话说 这陈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叫陈书宝 他每天啊 只知道吟诗作词 喝酒享乐 从来就没有把心思放在管理国家大事上 在他当皇帝期间 陈书宝啊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让手底下的人 给他建造了三座豪华的楼阁 那楼阁里面啊 有着各种各样稀罕的宝贝 就连院子里都种满了珍奇的树木 和名贵的花朵 可是 建造这些楼阁的钱 基本上都是从老百姓那儿搜刮来的 百姓们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只能被迫到处流浪 肚子饿了 又没有东西吃 不少人都饿死在街头上 真是太可怜了 有个叫傅在的忠臣 知道了这情况 就写了份奏章给陈书宝 说 您这样奢侈浪费 已经让老百姓们远生再道了 要是再这样下去 恐怕整个王朝都会毁在你的手里 陈书宝看到奏章后 非常生气 马上派人对傅在说 如果你愿意承认 你说的话是错的 我就原谅你 可是傅在却倔强地说 我的心就跟我的长相一样 是不会再改变的 陈书宝听到后 就愤怒地把傅在给除掉了 然后想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继续和他的宠妃们 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他们经常在豪华的楼阁里举行酒宴 陈书宝还邀请了一些大臣一起参加宴会 大家一起喝喝酒做做诗 非常潇洒快活 过后呢 陈书宝还将大家写的诗配上曲子 精挑细选了一千多名宫女来为他们演唱 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就是陈书宝写的《玉树后亭花》了 他在诗里描述了华丝的宫殿和美貌的妃子 处处表现着自己生活的奢侈和安逸 就在南方的陈书宝还在每天荒唐度日的时候 北方的杨坚却带领着隋朝慢慢走向强盛 后来杨坚觉得自己的实力积攒得差不多了 就决定把陈巢给灭掉 杨坚听从谋士的建议 每当到了南方要收割庄稼的时候 就在两国的边界上集结人马 并扬言要攻打陈巢 陈巢的百姓一听 纷纷逃的逃跑的跑 根本没法收割庄稼 而等到陈巢把人马集结起来 准备对抗隋兵时 隋朝又不进攻了 这样一来二去 陈巢的粮食就变得越来越少 饭都没法吃了 士兵哪还有心思打仗啊 这还没完呢 隋军还经常派出一小队人马 去袭击陈巢的粮仓 放火把他们的粮食烧掉 这让陈巢遭受了很严重的损失 在这之后 阳间还亲自写了讨伐陈巢的诏书 上面洋洋洒洒的列了陈巢宝二十多条罪状 阳间让人把诏书抄写了三十万章 然后散发到南方的各个地方 本来啊 陈巢的百姓就已经对陈巢宝痛恨至极 看了阳间的诏书 更是恨不得立刻就将陈巢宝拉下皇位 所以啊 当阳间的部队浩浩荡荡的来到陈巢的领土时 守兵和老百姓们压根就没怎么抵抗 这让隋朝的军队很快就占领了一部分地方 紧急的军报接连不断的送到陈巢的首都 这个时候啊 陈巢宝居然还一边唱着玉树后庭花 一边搂着他的宠妃嘴得东倒西歪 陈巢宝拿到军报后 直接往旁边一丢 正眼都不瞧一下 等到隋兵真的快要逼进首都时 陈巢宝才惊醒过来 可这时已经晚了 他身边的宠臣没有一个是懂得只会打仗的 这下可把陈巢宝急得团团转 眼泪都冒出来了 很快隋兵就顺利地攻进了陈国的首都 陈国的将士们 背负的背负 投降的投降 奇怪的是 杀进皇宫的士兵们 怎么也找不到陈巢宝 没过多久 隋兵们找到了一口没有水的枯井 井里隐约还能看见一些人影 隋兵们朝井里大声呼喊 见没人回应 就威胁说道 再不回答 我们就要往下扔石头了 躲在井里的陈巢宝听见了 吓得尖叫起来 士兵们大笑着把绳索扔进井里 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把陈巢宝给拉了上来 谁知道啊 陈巢宝告诉他们 这井下还有他的两个宠妃 求隋兵大哥把他们也一起救上来 隋兵们看着眼前这个狼狈落魄的皇帝 忍不住大声地嘲笑了起来 后来啊 陈巢宣告灭亡 而陈巢宝所写的《御树后庭花》 在陈巢灭亡的时候非常盛行 所以这首曲子也常常被后来的人称为 《王国之音》 这个故事啊 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像陈巢宝一样 因为贪图享乐 而忘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哦 好了 今天《御树后庭花》的故事 皮皮就先讲到这里哦 之后啊 隋国的皇帝杨坚 终于统一了全国 不过呢 都说建国容易守国难 不知道这隋朝又能坚持多久呢 哈哈 预知后事如何 皮皮在下一集 再接着给大家分解分解 我们不见不散哦 拜拜